某日早餐,紫米香蕉三明治 做法很简单,味道却不折不扣 之前也发布过类似的文章 这次用的是紫米吐司 因为添加了肉桂 口味特别的浓郁 配上一杯紫薯米糊 再配上一个八分熟的荷包蛋 淋上味极鲜,撒上黑胡椒,香葱末 非常的美味 准备好两片紫米吐司 切成正方形 切适量黄油下入锅中融化 加入少许白糖中小火融化至淡糖浆的颜色 香蕉去皮切成厚薄均匀的块 平铺到布粘锅里 煎至两面微微焦黄 再一片紫米吐司上摆好煎好的香蕉 撒上肉桂粉 另一片吐司 抹上适量花生酱 盖上 继续铺上煎好的香蕉片 撒上适量肉桂粉即可 肉桂粉的量一具个人口味酌情增减 再煎一个荷包蛋搭配 更营养更美味 成品图